我在读《哈佛加逊》这本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一个富翁在纽约参加一次慈善活动 他住的是一家超豪华的酒店 可是他每天出门的时候总能看见酒店对面公园里的长椅上 有一个衣衫蓝绿的乞丐 更奇怪的是,这个乞丐还总是死死地盯着他住的酒店 终于有一天,富翁走到这个乞丐面前问他 为什么老盯着这边看 乞丐叹了一口气,说 我呀,没钱,没家,没住宅 只能睡在这张长凳上 不过这个酒店太漂亮了 像天堂一样 我毕生啊,要是有一天能够住进这天堂一样的酒店里 美美的睡上一觉 我也不白活一回啊 所以呢,我总喜欢远远的盯着他看 这看多了,晚上就可以做这样的梦 那可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梦啊 这如此卑微简单的愿望让富翁内心震撼 善良的富翁动了侧隐之心 他立即回到酒店 租了一间最好的房间 而且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让这个乞丐拥有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他把酒店的钥匙放进了乞丐的手里 面对这样慷慨相助 乞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美梦居然可以变成现实 就在几天以后 纽约的慈善活动要结束了 富翁也要走了 他特意去乞丐的房间 想感受一下他如愿以偿的那种幸福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乞丐已经搬出了酒店 重新回到公园的长椅上 这富翁就感觉很奇怪去找他 走出酒店 一眼就看到乞丐懒洋洋地躺在长椅上晒太阳呢 他质问乞丐为什么这样做 乞丐很委屈 说我呀 睡在长椅上 我就梦见我睡在豪华的酒店里 那个梦妙不可言 可是当我睡在酒店里 我就梦见我回到了冷冰冰的长椅上 那个梦真是太可怕了 让我惊恐万分 深夜被吓醒 没想到 我居然得到了一个挥之不去的 令人害怕的梦 富翁听了他的话 待在那里 慢慢地坐在乞丐的长椅上 久久没说一句话 此时富翁也发现自己的心中也有很多让他害怕的东西 哈佛家郡中的这个故事非常的令人寻味 一个人一旦拥有便害怕失去 其实我们很多的恐惧和害怕 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多 于是就害怕失去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的心境很甜淡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担心和害怕 一旦拥有了 人们就开始了害怕 当人得到了 就开始害怕失去了 所以真正的怕是源自于一颗怕失去的贪婪 想想看 人出生的时候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死的时候什么却都要留下 世间的一切都是你暂时拥有的 是大自然借给你的 就像故事中的乞丐一样 根本就没有属于你的任何东西 一位禅师曾说 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借给你的 根本就不属于你 何苦在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上 害得自己愁苦万分呢 所以无论是否拥有的多与少 都不能因此失去了 人生更为宝贵的快乐 健康和时光 所以这人生该拼搏就去拼搏 该奋斗就去奋斗吧 却不要以成败得失论英雄 付出过各种努力以后 还给自己一个没有后悔 没有遗憾的人生就好 好好地活着吧 别折磨自己 生命的意义在于 无论你拥有多或少 却都不要让你的心成为奴隶 这里是正现在的系列作品 不要害怕失去 因为本来你就一无所有 我是郑先生 人生的路上不见不散